为了扩大推动产销履历 农委会举办了2021年度 产销履历达人争选活动 花莲的瑞瑞香果树产销班第29班 从全国110位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当选了产销履历达人 农委会预订10月底前要颁奖表扬 卸服农业处和瑞瑞香农会相关同仁 来到了果树产销班第29班的班长家中贴上红榜 红色的象征喜气的海报墙上数不清 年年都得奖的龙峰大哥 这一次当然也不放过 农委会举办的2021年 产销履历达人争选活动 从全国110位竞争者脱颖而出 华年县政府农业处 以及瑞瑞香农会相关同仁 来到果树产销班第29班班长家贴上红榜 以产销履历达10公顷以上 做水果专期的第一优先的产销班 班上因为班上同仁 罗班长主长各位主员大家碰力合作 尽量把安全又美好的文旦 拿到罗班长这里来 那文旦又其实在这几年 罗班长在整个产销班的代理下 几乎每年我们的文旦又评鉴都拿到金牌奖 瑞瑞香果树产销班第29班 透过自创品牌 企业化经营模式 以及取得国内多元农产品的通路 让文旦又等具竞争力并成功行销国际 那今年因为气候得宜 所以今年的果实相当的漂亮 那里面的这个果肉也非常的鲜甜 那我们农友非常辛苦 那再过一个月后采收之后 那即将上市 那我们也希望喜好 我们贺钢文旦的这个消费大众 可以提前来预购 为了扩大推动产销履历 农委会举办2021年 产销履历达人的争选活动 从2021年4月开始 争鉴报名踊跃 历经各产业机关代表 专家学者进行资格审查 初选以及不选严格的品格 选出农粮业者10位 学产业者3位 以及世情业者2位 共计15位优秀精英 以及团队当选2021年 产销履历达人 记者高双双瑞瑟湘采访报道